今天是2023年2月9日星期四 我是司豪甲大 過去星期一就是中港全面通關的開始 我早兩天都已經拍過一段影片講這件事 叫大家去再觀察一下中港關係 應該跟以前是不同了 很多人期待的畫面 例如湧下來可能在上水的藥房買東西 那些畫面是沒有出現的 反而巧合地 這幾天發現香港多了很多行黑的人士部分 也是肢體殘缺 大家心裡有數 看上去也不像是香港人 而其中有一宗我覺得真的非常稀奇 也有趣 也值得深思的就是 有一位女士在旺角賣身撞腐 賣身撞腐在現實那裡真的 是未接觸過 未見過 未聽過 純粹在電影或者電視劇裡見過 例如 唐伯虎點秋香的周星馳 是不是? 現在真是活生生地 有人 寫著賣身撞腐這樣 展現出來 究竟是一件什麼事呢? 畫面是這樣的 有一位女士穿著一條碎花裙 戴著口罩這樣 我猜不到她什麼年紀 我純粹聞到一股屯門嫩嫩的味道 但是屯門嫩嫩我也猜不到她是多少歲 她說她的真實年齡出來 我也打了一個突破 所以我也免得猜這位女士是多少歲了 地上就有一個iPad iPad那裡有一幅男人的照片彩色的 不是黑白的 而經過搜尋 這個男人是一位內地製作界的朋友 而她還沒死的 旁邊有五行字 我研究了一段時間 她就發覺應該是由右手邊讀過去的 左手邊讀過去是不對的 右手邊讀過去就是這個 應祖歸宗 就家財萬館 應鬼歸西 就人去留空 賣身壯腐 很有意思 我看上去有一點點 雖然這些字不是很漂亮 同樣是簡體字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那些簽文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求過簽 當然除了威人威威不示威那些七言絕句之外 其實前面應該有幾句四個字四個字 這幾句就有點像那些四個字的簽文 我覺得裡面很有意思 你應祖歸宗 你就可以家財萬館 但如果應鬼歸西 就會人去留空 我覺得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隱喻中港關係 或者中美關係 或者香港和西方與中國的關係 如果你 應祖歸宗的話 你就會發達了 如果你 就是應鬼歸西 你親西方親美方的 你就會人去留空 我在想著 我以這個藝術的角度 以及它有什麼隱含在背後的含意去思考 為什麼它啟發我這麼思考 因為我覺得它不是真的賣身壯腐 它也不是真的要錢 它本身就是一個行為藝術 它是有些東西想表達的 為什麼我會感定性它呢? 如果它是要錢 或者它是想行黑才算 它應該放一個兜子在那裡 它沒有 就是 如果它是想要錢 我賣身壯腐 我要三十萬 你沒有三十萬 你沒有三十萬來買我 你可憐我的 你也可以放下這些錢 但是它沒有放一個兜子在那裡 即使它不接受路人的施捨 這是第一件事 好了 然後 如果你真的想要三十萬去買它 那三十萬怎麼給呢? 即使我走過旺角 我買買那些電子產品的時候 突然間發覺 咦? 有一個人賣三十萬 我身上有三十萬現金 不如我 不如我買它吧 即使 我不知道它自己有沒有想過 怎麼能夠以三十萬來賣出自己呢? 它又沒有任何的付款方法提供 它又沒有在新貼上那些 WeChat Pay 支付寶 正方形的貼紙 沒有 那怎麼買呢? 所以我覺得它不是行黑 也不是真的想買 也不是想要那三十萬 而它是有一些深層的意思或者信息 是想大家去反思的 所以我定性它本人 就是一個行為藝術了 所以如果各位再經過旺角 看到這個行為藝術出現的時候 好像是說在白老會戲院附近 再見到它的時候 不妨保持一個距離 然後鑄足地觀看 不要走過去 雖然它初頭其實不是太介意 別人走過去或者拍他 欺比又拍了 程天林又拍了 但是後來越來越多人圍著 以及越來越多人拍 就讓它懵惰所以走了 嚇走了它 喂 你不要怪它 你這麼多人圍著它 不停拍 喂 正常人都會走 雖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常人 但是你不要怪它小器 你初頭如果一兩個 它是不會走的 它會繼續在這裡 所以奉勸大家 如果走過去的時候 再見到它 不要衝過去 遠距離 看著它 看看它的裝束 看看它的字句 看看它的iPad 然後想想 反思一下 它那幾句說話 或者反思一下 它來香港賣身撞腐 是為了什麼 當然如果你是有閒錢的話 如果你是有三十萬的閒錢的話 我都很鼓勵你試試 不如你給它那三十萬 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香港 在經濟起飛之後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好像有些出奇彈 或者抽盲盒 會有些特別的事情發生呢? 如果你有三十萬的閒錢 你就不妨 不如給它 或者問它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為之賣身 我也不知道怎麼為之賣身 如果你沒有這三十萬的 走過經過見到它 就不要騷擾它 讓行為藝術 甚至是裝置藝術 一直留在旺角 甚至它會成為旺角的景點 讓途人好好地反思